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样是我们的兔子 好像有小朋友已经猜到了 答对了 接下来的日子是复活节 我们有复活兔 复活鸡 还有我们的彩色的复活蛋 接下来罗老师想跟小朋友们分享一个故事 是关于恩恩的复活蛋 请小朋友们细心欣赏 恩恩的复活蛋 上课的时候老师说 复活节快到了 复活蛋 小鸡和白兔都是代表生命令 都是庆祝复活节的物品了 老师叫小朋友请妈妈协助 带一只鸡蛋壳回学校 妈妈说 倒掉的蛋液可以用来做炒鸡蛋了 不可以浪费哦 回到学校 小朋友都看着鸡蛋壳 都在想 我要做一只最漂亮的复活蛋 恩恩用心的在复活蛋上画上图案 画好了 恩恩开心的说 小朋友们都走过来看 大家都说 恩恩你画的复活蛋真漂亮 恩恩太兴奋了 不小心用力一捏 竟把复活蛋捏碎了 恩恩看着蛋壳的碎片 想了想 我有办法了 于是他请老师给了他图画纸还有浆糊 接着 恩恩把整只复活蛋捏成碎片 小朋友看见了 都很惊讶 恩恩把蛋壳碎片安银色分成小堆 在小新的竹片贴在图画纸上 恩恩说 看我的复活蛋回来了 大家都称赞这幅 复活蛋天画更漂亮了 复活节连婚会那天 小朋友在表演话剧 有的扮演小白兔 有的扮演小鸡 有的扮演小鸡 但大家还是最喜欢 恩恩的故事已经分享完了 小朋友们是不是也想在家里做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彩色复活蛋 罗老师期待你们的作品哦 在这里 罗老师先祝大家复活节快乐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